現在國民黨在新北市有非贏不可的這個壓力嗎 新北市如果能夠贏就能夠穩住 國民黨往過的這個才有2020 如果民調出來最有資格人出現以後 另外一個人另外這幾組人都應該要有香的味道 因為國民黨在新北市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應該我有信心啦 因為現在的這些才能都有它的智慧 顏色一樣啦 紅潤 紅的喔 紅的一直紅 我是真的我也覺得說 很多人覺得說我這個做得很辛苦 我是覺得我一點都不辛苦 做得很開心 開心心來做這檔 今天就公告我們新北市市長出選的辦法 五六七三天 就希望有意願的人來領表登記 我們在七號五六七七號四點截止 對 七號四點以前就確定有什麼人來登記 我們也會送一份給現在表態要參選的人 就是周錫薇前縣長還有我們的 現在叫前副市長 郭錫薇前 那以前媒體上有報導說是經接受的 然後我們希望在十三號之前呢 把有符合這個參選資格的人找來做協調 協調兩項工作 一個就是辦理出那個證券發表會 還有辦理這個民調 像這個證券會一定會有的啦 那證券會的方式呢 我們也要尊重候選人 這個沒有 現在的初選辦法裡面沒有辯論 對 那他們兩個如果都同意呢 那我們尊重喔 我們尊重 但是我們辦法裡面呢 初選辦法裡面沒有辯論 證券發表會喔 各自闡述你說 代表國民黨出來 你要為國民黨如何贏得這個選區 如何要帶領新北市當一個領頭羊 你把你的證券表示出來 爭取選民的認同 他說透過電視轉播 那電視轉播的方式有很多種 第二方他用預錄的方式 每一個人三十分鐘 或是說現場轉播 那協調完以後呢 現在在3月25號就把這兩樣工作做完 所以3月25號以前 就會產生這個候選人